冒用育友身份 美国杀人犯成功逃狱 美国奥克拉荷马州警方 正在通缉一名杀人犯 这名逃犯伪装成了育友 以便逃狱 警方形容 Patrick Walker绝对不是好惹的 还提醒民众 如果遇到他 千万别好客邀请他来家里用餐啊 根据美国ABC新闻台的报道 Patrick Walker是冒用育友 Charles Penn-Darvis的身份证 假装自己是Penn-Darvis 而逃狱成功 Walker请来一个人 为Penn-Darvis做宝假事 在狱竹叫Penn-Darvis的时候 他还大声回应冒充 自己就是Penn-Darvis 而且还不止这样 Walker还很大摇大摆地 在保释单上 签上自己的名字 当宝人发现时 Walker早已不知去向 美国警方表示 Walker有可能用育友的身份 在外游荡 并公开证明囚犯是170公分高 棕色眼睛 脸部左侧有疤痕 希望能早日将他神之以法